建设队友 稍后 这是个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失去家人的六岁男孩 如何阴差阳错地加入苏联红军 成了二战中年龄最小的士兵 又如何穿梭于战场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战斗热业 大家好 欢迎来到《眼头看电影》 本期为大家带来 斗扮8.2分 只有三千人标记看过的冷门佳作 小士兵 故事开始 炎热的夏天 小男孩坐在树上 看着河边洗衣的妈妈和钓鱼的哥哥 天空响起了轰炸机的轰鸣 妈妈让他赶紧躲起来 他说他不怕 拿起弹弓套上松果 一炮轰掉了扑面而来的敌机 原来是幻想 敌机还在 再来一发 没打中 男孩掏出了一个超大号的弹弓 配上一个超大号的松果 成功了 男孩欢庆胜利 可低头一看 妈妈 妈妈和哥哥都不见了 妈 原来是个梦 小男孩惊醒 屋外很吵 有人进来 是邻居阿姨 阿姨惊喜地发现男孩还活着 安排他赶紧逃跑 男孩的妈妈和哥哥加入游击队被德军处军 阿姨告诉他他们永远不会回来 阿姨助他翻过窗户逃生 自己却死在了德军枪口下 男孩头也不回的狂奔跑到了草丛深处 再看家已被烈焰吞了 男孩跑进了森林 无处哭喊着妈妈 但很快意识到哭没用 他需要活着 河边喝水 有德国士兵经过 他躲在树底下 不敢发出声音 身旁的蛇随时可能咬他一口 他只能强忍着 德国兵一走 他捡起了吃上的罐头 男孩漫无目的地走着 衣服破了 鞋子也烂了 渴了就接雨水喝 饿了就靠野果冲击 偶尔还会有野兽盯上他 时常遭遇敌人的轰炸 梦里是和妈妈哥哥在一起的天堂 醒来只有小刺猬为伴 就这样 男孩在恶劣丛林独自生存两个月后 有人发现了他是苏联红军 我认识是在二十五个固域的 你们俩团队 把弦里托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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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 听说森林里发现了孩子 炊尼托尼带来了面包和炖肉 希尔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战地医院医疗女兵卡加对希尔盖的照顾无微不至 她从没在营地里见过孩子 希尔盖一出现 她的内心最柔软的一面仿佛被撕开 想哭 希尔盖很聪明 她喜欢坦克和枪炮 不喜欢花花草草 团长给希尔盖看自己的勋章和手枪 给她讲述沙斯法西斯的战斗故事 安德烈叔叔送给她一个望远镜和一袋苹果 雷索叔叔给她带了糖 大家爱上了希尔盖 纷纷向团长申请把她留在部队 一开始团长并不同意 孩子不属于战场 卡加表示可谁又属于战场呢 老兵直言 战士们对男孩越来越依恋了 每个家庭都有孩子 望着他心里就温暖 希尔盖出院 团长送了他一把木手枪 你愿意做我的儿子吗 他决定收养希尔盖 我可以吗 希尔盖当然愿意 团长撕掉了关于送走希尔盖的文件 他还要给上面写个申请 晚上战士们搜集材料讨论方案 由张爷操刀给希尔盖做了一件小军装 第二天团长让希尔盖起床 真正的士兵应该在45秒内穿上衣服 士兵就应该穿军服 自己竟然有军服了 希尔盖欣喜若狂 他知道感恩 他一定会感谢这里的所有人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士兵诞生 敌军轰炸 希尔盖被带进掩体 战争可不是闹着玩 真的有人受伤 希尔盖担心卡加的安危 见人就问卡加的下落 大家手忙脚乱 根本没工夫搭理他 医疗兵爷爷警告说 别捣乱了 这不是捣乱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团长的儿子 我可要揍你了 希尔盖只是想帮忙 聪明的他很快找到了 自己的用武之地 照顾伤员 给不能动弹的喂水喝 给看不见的念信 虽然希尔盖不识字 但他能瞎编 说好听的话 还能唱歌 事后他向爸爸表示 我要做像雷索叔叔一样的勤务兵 至于这身军服 要向谁说谢谢呢 张爷的营房 已经变成了一个弹坑 托帽默哀 这是希尔盖学到的第一课 他学得很快 希尔盖模仿团长刮胡子 刮完还要贴个小纸片 跟人学敬礼 找团长领取每日任务 有个重要任务 油车来了 我们得把信件送到整个连队 团长注意到了 他脸上的小贴纸 问他怎么弄的 孩子总是有着超强的模仿和学习力 希尔盖拎着油包飞奔出门 送信员有个特权 可以让收信人跳支舞 希尔盖兴奋的让列宾阿尔特跳舞 战壕里的气氛变得欢乐 一天 希尔盖带着望远镜独自侦察 远方的草垛里 他发现了一只脚 激紧的他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跑回营地 向侦察并安德烈叔叔报告 安德烈引起了重视 召集战士前去查看 希尔盖带路一马当先 行动前 他让希尔盖隐蔽好 安静看着 希尔盖又学到了一招 逼舌出动 安德烈放火点燃草垛 里面果然跑出了两个纳粹 敌人很快被制服 还缴获了一个电台 希尔盖立功了 报告给团长 他有些难以置信 希尔盖竟然没跟自己说一个字 谦虚是年轻战士的美德 上级的文件下来 允许团长收养这个儿子 故事有一条轻松的支线 团长和卡加的暧昧 两人早就互相暗生情愫 只是羞于表达 聪明的希尔盖不停地 为两人创造独处的机会 谢尔盖带团长来到河边 卡加在书系 一个年轻战士杰族仙灯 送花表白 希尔盖强行打断了两人的暧昧 团长却不见了踪影 过了几天 希尔盖给阿尔特送信 叫着他的名字却无人应答 阿尔特已经没了 战火再次点燃 希尔盖穿梭在战壕之中 用尽全部的力量运送子弹 让他进入掩体 他不停 以命运的口吻 他在服从 指挥所一团乱麻 通讯中断 无法恢复 派了两个战士去修复线路 都有去无回 那是一个无法通过的区域 德国狙击手的火力覆盖着 通讯兵阿夫受命出马 希尔盖跟了过去 走出战壕 顺着电话线爬行 他个子小 狙击手打不到 阿夫已经倒下 奄奄一息 希尔盖顺势滚进弹坑 冒着炮火 希尔盖问阿夫怎么恢复通讯 希尔盖成功了 军营成了希尔盖探索和成长的乐园 他像海绵吸水一样 在战场内外疯狂吸收着知识 部队转移 来到一户农民家 希尔盖对地板下的洞产生了好奇 这洞是地窖吗 农夫回答不是 是德国航空炸弹 穿过天花板和地板 却没有爆炸的哑弹 我们把洞口堵了 一行人吓得赶紧撤 叫工兵过来 航空炸弹被成功转移 在将军面前 希尔盖找团长领取日常任务 检查战士制服和装备 大家都很乐意配合希尔盖 一旁的团长父亲藏不住满满的自吼感 就这样 卡家在谢尔盖的发展下 终于成了自己的妈妈 谢尔盖和同样的孩子们一起逗奶狗 小小年纪就能穿上帅气军装 大家对谢尔盖十分羡慕 他们也想去打仗 可爷爷奶奶不让 这些孩子只看到荣耀 无法想象残酷 部队行军途中 汽车压中地雷 谢尔盖无碍 雷索却当场阵亡 团长也负伤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团长的防弓洞被炸毁 团长和其他几个军官 一起埋在泥土和木头下面 谢尔盖及时发现 找到工兵帮忙 这才让一行人免于窒息而死 团长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谢尔盖又一次哭了 战争的残酷是他小小心灵 无法承受的 故事最后 将军为谢尔盖授予战功奖章 一个真正的士兵诞生了 影片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 1945年谢尔盖被授予战斗奖章 后来被送进军事学校学习 1954年他从军事学校毕业后 又转去学习法律 成年的谢尔盖 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 结婚生子 1985年 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 他被授予了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1990年谢尔盖去世 在战场上度过的童年 给谢尔盖的健康造成了伤害 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 夺走了1300万儿童的生命 谢尔盖是不幸的 他又是幸运的 还有无数个谢尔盖的命运 我们无从知晓 对于孩子而言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是困惑和无助 就像今年八亿冲突中 这个十岁加杀女孩的崩溃哭诉 电影的笔触比较温柔 真实的战争远比电影的呈现更残酷 随着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强 人类迫切地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协调彼此的矛盾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生活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儿童不属于战争 成年人也不属于战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支持扁斗 你们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具体解说 尽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见 拜拜